我说了我去看了火神山医院的人 施工现场的人特别的辛苦 工人两班倒三班倒24小时轮番作业 那个中层基层管理者 工人还能倒班 基层管理者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见着我们说俩眼通工 嗓子啥啥 说我没工夫管你啊 你口罩放下你就该干啥干啥 工地你想看看吧 我已经三天没回去了 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我还不想回家 我们两个人过来 你们做了什么啊 你们做了什么啊 你们五个人 看了八百个名 看了一千四个班 他们我们做了八百个人 这一千三班 我们不想活 你自己看 你们都想干什么 你们啊 我不要你 你把那些不应该都搞走 躺在立场里跟拉走 我没有了 那别藏那么多怎么办 我今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 已经下班了 四点多钟下班 已经来这里 我们回来半天了 真的那种感染 这个电视里的报道的 可怕多了 蛮多 他们医生出来的估计大概有十万人 我们今天那里 十几个医生 一天都看了一百多个 蛮多都已经不行了 我的位置置 然后加上这里老 说政府的 不是说到你们那里置吗 但是政府让我们开始置 根本谁我无知都没有 他们上班就这样都搬不了 我觉得后续完全不行 我们那里上一天 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了 都已经受不了了 他们在那里求我们 你说我们都一叮 办法都没了 就看到一个好生生的人 就让他慢慢的都不行 所以你们在屋里 一定要做好防护 千万 千万不要跟他 是相信政府 我觉得都 全部都得要靠自己 别人 因为你干什么 我放在臭 到现在 不敢 不敢 她如果 但我 也不敢 不敢 然后 又 更不脱 我还以为是个人